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说起世界屋脊清淡高原 可能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展现出一幅神秘 沉静而又美轮美奂的画卷 不过在这血域之巅上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地方 前不久我们栏目的记者跟随共筑中国新公益活动的几位医疗专家 前往西藏的边防哨所采访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进藏的列车一起去看一看 这次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组成 他们大多数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义务参加此次活动 为西藏的居民和驻葬部队官兵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是他们的共同的心愿 以前呢就是在我们的总医院保卫我们的一线官兵 做转移到后方的这些一线官兵服务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亲历他们的工作地点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感受和心情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在小达是个高的很艰苦的地方 保卫我们的所住 使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工作 所以我觉得去到达那一段点是很激动的 专家们乘坐的第二七色列车将奔袭4064公里 穿越青藏高原最后到达拉萨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运行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从格尔木段到拉萨总共有1142公里 在这条美丽的天路上我们即将穿越昆仑山 无人许可可西里长江源头佛佛河 唐古拉山口美丽的藏北高原最后到达拉萨 到了拉萨后呢 此次公益活动的三百多人将将冰村各路 开往拉萨的各种县市以及铸藏部队 为藏区居民和铸藏服务专兵 进行议诊和健康宣教活动 有人说青藏线是挂在天上的路 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你就是躺在青藏线上不干工作 也是一种奉献 只身在辽阔的高原上 雄浑的高山在脚下延伸 高山峻岭之间 曼草荒檐是那样的罕见 抬头望去 蓝天似乎近在咫尺 伸手可及 列车一路向西 我们到达了拉萨河畔 专家们将分成五个小组 分别在拉萨 日喀泽 山南 林芝 阿里 展开工艺活动 而我们的设置组将跟随一个分队 前往厄喀德的边境哨所采访 经过八个小时的颠簸 医疗队来到位于亚东县的西南第一哨 乃对拉哨所 王德辉主任在给战士们做检查时发现 一个名叫刘长明的战士嘴里 基本上都安装了假牙 在乃对拉 很多官兵都出现了掉牙 掉头发的情况 但是只有刘长明的牙全部脱落 因为他是在哨所服役时间最长的一名战士 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 而这16年背后的故事 更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这里呢是海拔4318米高的西南第一哨 乃维拉哨所 乃维拉哨所呢位于西藏南部 喜马拉雅山中段 在我身后呢是中印的边茅通道 乃维拉哨所呢除了担负正常的首点执勤任务以外呢 还要配合武警边检和海关维护边茅通道的正常秩序 每天早上十点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在乃维拉山口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是边茅通道的开放时间 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国际贸易通道 我们这是国家二类通道的一般呢是每年的五月一号到十月底为开放节省 那个每周星期一到14 这个为开放节省 人都说高原红 人都说高原满满 高原像有一张红红的香 人都说高原满满满 两千多年前这里便是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通道 也是当年唐朝高僧玄奏的西天取经之路 这里缺少繁华 但不缺少激情 生活有些平淡 但平淡中 又包含着许多传奇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奶瑞拉最好的季节 闪花浪漫 湛蓝的天空 仿佛触手可及 低垂洁白的云彩宛如锦段 闪亮着的白色光芒的雪山 在天边若隐若现 面对着一幅美丽的景象 你可能无法想象 这里冬天风雪肆虐的样子 这个路是去我们哨所的路 我们干部每天都 基本上要行台前我们的各个哨所 都是从下面然后走到 从下面往上面 然后我们的单子每天也是换班 然后吃饭都是从这条路 从这条路上 上下 然后这条路夏天 还是比较好的 路边都是有花的 然后冬天呢 这个路的雪就比较深 一般可以达到一人多高 反正有 一人多高 那你们怎么过去 就是掏个洞 然后从里面 从雪里面掏一个洞 掏一个洞 然后那边搭进去 然后这一路上都掏了洞 对 对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 那你们从上面到 站士们从下面住的地方到这哨所来 要多长时间 走上来 走上来大约要是 东边的夏天的话可能要十分钟 东边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 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上面还有自己站岗自行 直班 就厨房直班 做饭什么的 我第一次冬天 就看到那个蔬菜的时候 就是那种绿色的 以前很少 我看到哭了 真哭了 就那个小白菜 然而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乃队拉的官兵们凭借着一份坚定的信念 日夜把守着祖国的大门 说实话还是我们这个 就算我们军人有这种奉献的意思吧 这不是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服务 感觉到很光荣 因为这个地方很特殊 我们的印军是面对面对住房 这是邻助理的接触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边防守好 特别是你看到印度士兵的时候 你站岗的时候 你看到他 不由之觉你把他腰板挺直了 因为这次给为国争光 给国家争面子 我们这个水间主要是用那个除水 夏天主要是接这个雨水 冬天主要是洗血化水 现在团里面是过几天的 对我们都比较关心 夏天的雨水你们怎么接进来 都是通过那个管子 从楼顶 楼顶它有一个水 是房地上的水 留在这个水里 留过来 那血水化呢 血水就是什么 起把血缠回来缠回来 下雪的这就是我们用缠字把血 丢到缠字 晒 晒了就化了 就是你们到外面把那个血 飞到楼上去 然后楼上的水水化了以后 从这儿 关了也留下来 打开看一下 那这个水窖然后从哪个地方流 你们要取水用的话 就用那个水 开 打到电 生水 在这里专家们了解到 关军们掉牙 跟他们吃的水有很大关系 再加上长期缺乏维生素的摄入 才导致严重的掉牙 掉发等问题 刚开始在当中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 还不像 条件还很艰苦 再一个就是一个 蔬菜保养比较困难 我们大时候吃蔬菜都是 大部分干菜 罐头 这个缺少 维生素嘛 这个 我们在吃水的时候 当时都是 夏天吃雨水 冬天化血水吃 所以说就 造成这个水 牙齿 就是慢慢的水 它就掉一半 一半一半的掉 在乃对拉 提起刘长民 人人都知道 这里的一草一木 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1996年 刘长民从家乡安徽入雾 来到西藏 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他来说 入雾后 第一个曲面客目 就是克服强力的高原反应 当时到西藏 刚下飞机的时候 感觉疼 特别疼 疼 疼啊 特别疼 然后就是 好像晕 高原反应嘛 然后就看起来 下飞机的时候 到处 那时候都是12月份嘛 到处看起来 雪山嘛 看起来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然而让刘长民 没有想到的是 更艰巨的挑战 还在后面 由于乃堆拉哨所 不同车 他们需要背着背包 在海拔 四千多米的山上 一步一步 走上哨所 一步三船 连走带爬地 来到乃堆拉后 刘长民才真正体会到 老兵口中 艰苦 两个字的深刻意义 一年里 近半年的大雪峰山 喜怒无常的雨雾 雷击天气 漫无边际的寂寞 与预想的军营生活 相去深远 我们刚才的时候 都是因为那时候 进厕所 电厕所的厕所 还没通电 我们屋的 有时候外边 就是下大雨 里边还去下桥里 我们都用两层 罐头河 去里边接雨水 然而 就在这样的雪域孤岛上 刘长民一干就是六年 六年里 他没有下过山 没有回过家 在哨所 刘长民的工作 可以说是技术含量最高的 他担负着 保持哨所与团部的通讯 和中印两军 又线电话通畅的任务 在一次正常的设备维护时 刘长民发现 设备出现了一些故障 如果不及时排除故障 就会影响线路的畅通 而维修设备 必须要到山下的亚东县去 刚开始的时候 谁能下山都是 因为是冬天雪道的时候 只有把设备背着 走路下山 但是每年十月以后 乃堆拉就会下起大雪 平均气温都在零下 三十摄氏度左右 当时正值大雪丰山的季节 下山没有车也没有路 刘长民只能背着设备 一步步走下山 山里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 时而雨雪冰雹 铺头盖链 时而狂风肆虐 迷路难行 如果不能在天黑之前 下山的话 就会遇到危险 每当看到战友退伍时 刘长民也曾经有过退伍回家的想法 战友们都不知道 其实刘长民的家庭条件很好 他的爷爷早年在广东创业 现在拥有一个很大的电器公司 他的哥哥和父母都在道地做生意 如果刘长民铺回家 马上就可以拥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但是由于少所缺乏通信技术方面的人员 这次的故障排除 让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面对部队领导的挽留和对奶堆拉难以割舍的感情 刘长民决定安心留在这里 而这一留就又是十个年头 这期间有很多次退伍的机会 他都主动拒绝了 说实话 我现在都把奶堆拉已经当成自己的一个家 当成自己的家 他希望是当成第二个故乡 其实你看从今十五年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都比较熟悉 已经感觉是 把他很留恋 从雾华天堡的安徽到高汗这样的西藏冰房 长期生活在高原上 加上少所生活条件困难 刘长民染上了很多疾病 在采访中 刘长民说的最多的是 我的病不算什么 我的很多战友也都有高原病 其实他已经在默默感染的身边的每一个人 天长夜久 他的事迹也成为阵友们 扎根边防的一个动力 干活或者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点埋怨感 但是也是大家平时私下想一想 就是说牛班长在上面待了这么多年 自己都一点 也就人人就过去了 其实没什么好辛苦的 在日喀泽边防 记者了解到战士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每当他们思念家乡时 就会站在奶雷拉最高的山口 朝着家的方向高呼一去 希望身上的雄鹰和山下潺潺流水 能把思念带到亲人的身边 在这血域之巅的哨所里 驻守着一批批年轻的边防官兵 他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默默守卫着奶雷拉山口 将青春与汗水 涌入了冰封雪飘的边防解回 也把赤子之心奉献给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奉献给了祖国兵房先生的一草一木 我的家乡在日月满河 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河满了水 营养满山河 还是因为风下过得 热热的天上 白云多多 美丽的水放清光 雄鹰在这里 战士飞过 留下每段动物的歌 参加此次公益活动的三百多名专家 跋涉了七千多公里 为各族群众 僧侣 哨所的官兵 巡诊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人次 开展了糖尿病防治 高血压防治 临床合理用药等42场有针对性的讲座 同行的专家们告诉记者 他们要把刘长民的病例带回北京 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对于防治高原病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为驻葬官兵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